人生下半场,越过越好命的人,都有这几种悟性,了凡似讯,有言,命有己造,服自己求。 人生如何,都跟自己的言行、举止、悟性有关,服获如何,都是自己造成的,一切都是自作自受,人世间就是一个道场,而我们都是其中的修道者,能够修到哪一步,能够收获到什么,取决于自身的观念和悟性。 要知道,人生下半场,越过越好命的人,都具备这几种悟性,不一般读国学经典,悟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接受所发生的一切。 已经通篇直讲了一个道理,所有已经发生的事,不论人们喜欢,还是不喜欢,随着时间的推移,都会变成好事,年轻的时候,老是芭蕉的你被人欺负,价值观崩溃,这个时候,你就会认为,人善被人欺是一件坏事,过了好些年,你逐渐成熟了,也懂得保护自己了。 当你回想起,以往被人欺负的时光,你就会感慨,没有过往心酸的经历,也就不会有今时今日的成熟,该要经历什么,都是我们必然要经历的,该要面对什么,都是我们必然要面对的,我们无法改变。 也无法摆脱,只能默默接受,接受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,接受各种急凶俘获的遭遇,唯有跟万事万物握手言和,万事万物,才会对我们和颜悦色,享受平静。 中年,人生已经走过了一半,该经历的也已经经历了,内心也应该更加的明白,对待事物的看法与做法,不再那么的激流涌进,血气方刚,因为最终也将变成平平淡淡。 人到了中年,所经历的种种已经是很多的了,对所谓的人情世故也是有了自己的见解,因此要学会放下,学会看淡生活中的种种。 不再执着于过去,这样生活才会过得更加的美好,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是积累经验,人脉,财富的过程,那么后半生就是要放下无所谓的牵挂,享受生命中的乐趣,过好当下才是现在应该做的事。 但是,如若太过于纠结于过去所发生的的种种,也只是屠家伤悲罢了,因为过去所发生的的,我们不能去改变什么,也没有能力去改变什么,何不开心地跟过去说再见,跟未来说你好呢? 抛弃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,不看好自己的人,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,就足以。 所以,人到了中年,能够静下心,也是好的迹象,人生下半场,如果你有以上的几个迹象,就说明你会越来越好。 想事实化繁为简,物性高的人,具有化繁为简的能力,一般人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,而他善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。 关于这一点,曾经看到一个例子,有人问,把大象装进冰箱,要分为几步,多数人都在考虑那怎么装得下,那得要多大的冰箱啊? 那不是要把大象分成几块啊?等等一些问题,纠结了半天,还没有给出答案,这时,一位智者站出来了。 他直接说道,分为三步,打开冰箱门,把大象装进去,关上冰箱门,别人都目瞪口呆,只有提问题的人肯定地点下了头。 其实,生活中的很多事情,并没有多难多复杂,而是我们把它想得复杂了,所以才自寻烦恼,自讨没趣,这就是典型的世上本无事,用人自扰之,道德经中讲,万物之实,大道至简,演化至凡,意思是,万物最开始的时候,一切都是最简单的,经过演化后变得复杂。 悟性高的人,做人简单,做事也简单,但却给人一种不简单的感觉。 魁步千里,极为成柱,真正厉害的人,都是长期主义者,罗振宇曾说过,任何一个人,不管你的能量强弱,放眼足够长的时间,你都可以通过长期主义这种行为,成为时间的朋友,无论你做什么事,只要日日坚持, 有足够的耐心,在复利的法则下,量变中会迎来质变,让自己多一点耐心,犯要一口一口的,路要一步步走,好事是一点点做出来的,你的时间花在哪里,人生的花就开在哪里,不要那么急功近利,读书半年没记住什么,便认定读书无用,写了几篇文章阅读的人,寥寥无几,就觉得自己不适合当作家。 人生所有的成就,都是在时间里打磨来的,奉行长期主义,懂得在默默无闻的时间里,深耕自己的人才能被生活所奖赏,时间不会辜负懂得珍惜它的人,你有多坚持,就有多优秀,远离复杂,简单而活。 近些年,有一种生活方式,得到了人们的认可,断舍离,对于不适合自己的人与世,选择狠心远离,还自己一片安静的天地,人生就像是一间屋子,如果里边的垃圾越积越多,就会被垃圾围城,不仅变得拥挤,还会变得臭气熏天,当我们狠下心来,将毫无意义的垃圾丢弃。 就能缓解垃圾围城的情况,从活得复杂,变成活得简单,偏偏是这种简单的生活,最适合普通人,极简的生活,有三个优势,首先,酬续和麻烦减少,不需要跟别人尔虞我诈,其次,轻松自在,清楚知道自己需要什么。 第三,没有包袱和心理负担,逐渐走出了压力山大的困境,所有的压力山大,都是自找的,不喜欢人情事故,非要接触人情事故,买不起房子,非要贷款买房,所有的非要,都是人之贪婪心在作祟,做事时遵循规律,世间万事万物,都在按照规律运行。 这个规律,就像亚当斯密在《国父论》中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,这只手虽然看不见,摸不着,触不到,但却实实在在地存在,正是这只手在调控和推动一切事物的运行,这就是规律,悟性高的人,善于捕捉这种规律,懂得遵循这种规律,他做事时,会按照规律顺势而为,而不会遍离航道,或者背道而驰,他会根据当下的情况,现象,癥结, 政策等,提前预测到事物的发展趋势和未来形势,然后和理调整自己的策略和行动,以便于贴合规律与趋势办事。 人按照规律和趋势办事,会事半功倍,会更易成事,因为这不仅仅是依靠他个人的力量,还有背后规律和趋势的力量在推动着他,这种力量让他有如神柱,乘风破浪,老话讲顺天者昌,逆天者亡, 意思是,顺应规律办事则昌盛,违背规律办事则灭亡,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势所趋和大势已去,人的力量在规律面前有时不值一提,但如果有人善于借助规律的力量,那就不得了了,风口浪尖,诸都会飞,悟性高的人,正是因为深知这一点,所以总是按规律办事。 顺风向行动,知天达命,不争不愿,越是上了年纪,越是赞同这一句话,命里有时中须有,命里无时莫强求。 命中注定属于我们的一切,只要我们稍微努力,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,反之,命中注定不属于我们,哪怕我们在强求,也还是得不到,就拿赚钱来说,都是人, 为什么可以大富大贵,而必只能领着死工资呢,都跟天时地利人和有关。 试想,普通人连人和都做不到极致,又何谈干预天时地利呢? 所谓万事不由人做主,一心难与命争衡,就是这个道理。 真正的活头并不是争什么,也不是强求什么,更不是索取什么,而是天人合一,老天如何安排,我们就如何生活,丝毫不排斥。 但是,大智若愚,悟性高的人,看起来傻傻的,其实智慧过人,他是内藏精明,外是浑厚,表面上看起来傻了吧唧,其实内心里一清二楚,只不过他没表现出来而已,或者说他觉得没必要表现,他不喜欢说话,不喜欢热闹,不喜欢争论,多数时候都保持沉默,他的沉默并不等于无话可说,而是佛家所说的静能生慧,慧能生智。 他们在沉默和安静中寻求智慧,明代屡心无在,深吟语中说,一等资质深沉厚重,二等资质磊落豪雄,三等资质聪明才变,这里的资质,就是品格和悟性,真正品格好。 悟性高的人,并不是叽叽喳喳喳,精明机灵的人,而是寡言少语,深沉厚重的人,比如说晚清名臣曾国藩,他年轻时的愚钝和笨拙是出了名的,但恰恰是他这种人,最后成了一代半圣,他并不是真的愚笨,而是大智若愚,有句话叫静若厨子,动如脱兔,用来形容大智若愚的人很贴切。 他们平时看着安静,木讷,话少,但其实是在积蓄能量,等他行动时,就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,不明则已,一名惊人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